大家好 那耳鸣耳闷听不清 其实这三个也算是比较常见的了 那您说是这三个都凑齐了 才说明是屠龙呢 还是说有一个或者是两个 就有屠龙的这个征兆了呢 主要的你看既然叫定义为屠龙 最主要的就是听力下降 那两个耳鸣耳闷障是伴随症状 它不是必要条件 那两个可以有可以无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 悬运的事 很多人因为上门诊看病 是因为悬运来看病 结果一查是突发性耳龙半悬运 所以这不能当悬运痣 得按照突龙来治 这四个症状你出现的越多 代表你损伤越重 治疗起来越费劲 这个确实是 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另外这个还可以找一个 听力正常人 你们交流一下 是不是怪了 这个可以 比如我说同样的一句话 什么白草鱼兽健康医生精 你说这句话 两个都分别来俯着听这样 但是这个相对来说 就不如耳机那个标准 不准 对吧 一般人都以为上耳闷 或听不清 都是上火了什么的 对不特意这个症状 对吧 很常见 然后耽误治疗 这些我感觉表现在 中老年伙伴身上会比较多一点 当我们眼睛 觉得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去揉眼睛 疲劳 对 是不是眼睛看不清 你是近视还是花 你可能第一反应是什么的 看着有点不舒服 对 就是这样 耳头出问题前就像你说的 耳头有点响 或者闷脏 不舒服 它不是一个特异症状 而且有很多别的问题 也有这个现象 所以极容易被忽视 实际上 吐龙为什么说容易耽误呢 因为我们有两个耳头 你当你听声的时候 还有一个耳朵能帮上你 所以你感觉我们交流 可能这样我就能听到你说话了 我不至于非得用这个耳朵 另外 我们平时偶尔都会有一过性的耳鸣 谁都可能都经历过 一响话 耳朵 一闷脏 这一个不特异的症状 尤其听力这个事 轻微下降一点 或某一个频率下降 你还感觉不到 所以没有严重的想法 你像你天旋地转迷糊了 或者全聋的这样 他早就来看病了 就是稍微有一点低频的下降 或者高频 不是很明确的 还没有别的很多症状 可能觉得主要是 耳朵有点响了点闷 这是他主要的来 一测才发现听力下 我们林肯经常能看到 没说自己听力不好 所以极容易被忽略了 所以你不光是说聋 当你有耳闷 耳鸣的这种不正常性 及早来就医 对耳朵做的这些奇葩事 我们现在你看 讲了第一个了 就是你长时间的听耳机 然后休息不好了 导致的耳鸣耳闷 听力下降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 最后是突发性耳聋 所以大家一定得提高警惕 其实对这个耳朵 做奇葩事还不止这些 湖北武汉22岁养生男孩 小吴他在一家足疗馆 接受足疗和采耳项目后 出现了幼耳发炎 经诊断 小吴幼耳患上 由真菌感染导致的外耳道炎 且真菌与脚气病一致 最近耳朵开始痒了 听了一个鼓方 他说把大蒜塞到耳朵里面 可以止痒 我就在家里找了一坨大蒜 然后塞到耳朵里面去了 现在耳朵就是特别疼 这俩事都太奇葩了 太恶心了有点 到底会不会对耳朵健康有影响 我们先留到明天 请杨老师跟我们继续分析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提醒各位关注健康医生卿的 抖音号和公众号 有更多的有趣有用的健康知识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本节目特别感谢 好中医 好中药 认准白草医兽 白草医医生